他曾被普遗捉刀提醒了志 他曾成功续写末代皇帝的后半生 他出版了九部末代皇族系列作品 四十多年的奔波修正 数千万字的采访笔录 三百多个历史见证人的寻访 几百个小时的采访录音录像 数千张珍贵老照片的积累 上百件历史遗物的收藏 抽丝剥茧探寻历史真相 时宜补决揭秘末代公理 著名作家湾青史研究学者贾英华先生 独家揭秘湾青历史谜团 告诉你一个你所不知道的溥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零九个月的溥仪告别了独女 吃真奶进入了慈禁城 溥仪不知道此时的大清皇宫之中一片慌乱凄凉 三十八岁的光绪皇帝病情危急 七十四岁的慈禧太后也卧病不起 溥仪更不知道她即将成为这座皇宫的主人 同时也是大清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 溥仪只知道用自己擅长的哭声来表达内心恐惧不安的情绪 于是进宫后的溥仪就有了三次经典的嚎啕大哭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而贾英华先生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藏品和秘文呢 著名作家 晚清史研究学者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贾英华前生 以长期独家寻法 大量医手史料多年前新研究深度揭秘最后的圣旨 敬请收看第二集三窟登机 我今天带来一套普遗登机时发行的一套三枚邮票 这三枚邮票分别是二分钱三分钱和七分钱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到吗 这张无票的主图案 中间是天坛的寝门帝 它象征着 所以说皇帝登机也要乞讨了国堂 可惜的是两堂的父母 包括其他的一些是英文的 包括中华帝王类似这样的词句 也是英文的 所以说这个邮票打上了鲜明的半殖民地的老义 客观的说 这三枚邮票并不显见 可现在这市面上流行的经常出现是假的 但这套邮票它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中华帝王的邮票 也是最后一套 这套邮票是在溥仪的生父摄政王的主持下发行的 当时国内很多的公司想承担印制这个邮票的人都被摄政王驳毁了 他当时在外国的所有的邮票公司选定了一家 就是英国伦敦华德陆公司来承担印制这套邮票 这套邮票上中国皇帝登记的邮票 上面居然有不少外文的字码 依我看 方分之间可见大千世纪 三枚小小的邮票反映了当时晚清政府一种浮朽没落的状况 我用了两句话来形容 风雨飘摇 国立水 应该说这套邮票现在看来具有一定的讽刺的意味 上一集咱们说了 光绪34年10月20号这天 溥仪由摄政王从纯秦王府抱进了宫内 当天晚上就见到了慈禧 这就有了溥仪的第一苦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当中就讲到了他进宫以后见到慈禧的情况 我呢就问过这心理学家 我说您说两岁零九个月的小孩 见到慈禧 他能有那么深的印象 这个心理学家跟我说啊 如果不到三岁的小孩 受到意外的刺激 可以给他带来深刻的印象 这从心理学上能说得过去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当中讲到了他见到慈禧的这种情况 我把它归结为三个陌生 也就是说溥仪他进到宫内来到慈禧的卧室 见到了一群陌生人 全部认识 没得认识 奶妈也没允许进慈禧的卧室 而且呢 他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坊 又见到了一个陌生的老太婆 就是这个慈禧 当时这个慈禧啊 披着这个被子 拥坐在床上 面目非常的消瘦 应该说啊 是一脸的病态 他怎么能够说 他一见到这个慈禧就哭了呢 原因是慈禧啊 见到溥仪以后啊 想抱一下这个溥仪 没想到溥仪啊被吓得嚎啕大哭 怎么劝仍然是 这个大哭不止 这个时候啊 宫内啊 早预备好一串糖葫芦了 这宫里啊 情报工作做得不错 就知道这个溥仪啊 打小爱哭 就是做了预防措施了 你哭的时候啊 我们给准备好了糖葫芦 没想到这个溥仪啊 结果这糖葫芦 啪 甩地下了 溥仪啊 甩掉糖葫芦 还哭呢 嘴里说什么 要摸摸 要摸摸 这什么意思 大伙呢 不明白 以后呢 以讹传讹就说了 说这个溥仪啊 被报到这慈禧的屋内的时候 哎 他一找毛毛 谁是毛毛 有人就千千复复复说了 说春庆王府啊 他从小啊 有一个小伙伴 两个人经常啊 在一块玩 哎 他来到宫内呢 要找这个叫毛毛孩子 其实啊 错了 这摸摸啊 是他如武 王二摸的这么一个称呼 他找的是他如武 平常啊 府里呢 哎 有人呢 叫这个 王教士啊 叫二摸 有的人呢 叫他摸摸 哎 这溥仪的小孩呢 他就叫他摸摸 一般病情啊 这个 比较重的老人呢 是就怕小孩哭 往往啊 把这个 小孩哭啊 哎 看作是一种不吉利 溥仪是一边哭 一边不让这个慈禧忘 弄得这个慈禧啊 心情非常不痛快 哎 慈禧就说了 说这小孩真便 抱他一边玩去吧 就这么着 溥仪与慈禧的唯一的一次见面 也是最后的一次见面 就在这哭声当中啊 画上的句话 如果要讲到溥仪的第二窟 那这得从呢 这个慈禧啊 颁布的这个移植啊 说起 在溥仪啊 进宫前后啊 一般人都知道 慈禧啊 颁布了三道移植 其实啊 在那个阶段 慈禧先后颁布了十几道移植 其中呢 是前三道 后三道 外加最后一道 最重要的 就是这七道移植 咱们先看前三道移植 第一道移植呢 是这么小的 纯禧王载风之子徒义 浊在宫内教育 并在上书房读书 第二道移植呢 是纯禧王载风啊 受为摄影 第三道移植呢 长一点 就这么写 于 军机大成本 朝会大流 长朝班写 摄政王呢 浊在独王之前 就在这个第二天 就十月二十一号这天 慈禧呢 又颁布了后三道移植 这是二十多年前啊 我在这个公公啊 这个档案 这个名售公党 亲笔朝 咱们来看 第一道移植呢 简单的说 这摄政王载风之子啊 溢仪啊 浮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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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族 为四皇 第二道移植呢 简单说 就是摄政王载风之子浮夷啊 浮夷啊 诚记 沐宫仪皇帝为四 并 兼成大型皇帝之挑 第三道 主摄政王改成一家 所有军国主政事 替秉承亲之训事 才渡事情 咱们对比一下前三道遗址和后三道遗址 第一道 溥仪进宫 没让他当皇帝 第一天 二十号那天 在前三道遗址当中 实际上 溥仪是到尚书房读书 在后三道遗址当中 才让他当四皇帝 明确的是谁 继承的是同志 尖挑空虚 对于摄政王来说 在前三道遗址当中 只是让他是担任摄政王这个职务 第二道遗址率 加了两个字 坚国 这个不得了 摄政监国 在第三道遗址里就说得非常清楚 那就是说 军国大势 摄政王说了算 溥仪是四皇帝 你看这眼里 基本上可以说 掌控了当时的中央政权的所有权 两岁零九个月的溥仪 在进宫的第二天 就被明确指定为大清国的皇位继承人 他的父亲纯秦王宰丰 也被紧急任命为摄政监国 既摄政又监国 这在大清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 也许这已经预示着他们父子将书写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 那么作为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共同的过继儿子 虎仪又是否见到过光绪皇帝本人呢 慈禧为什么会颁布后三道遗址呢 因为啊 光绪并未 必须呢 马上来死 至于这个光绪啊 驾崩前 慈禧啊 到底见过没见的 一直呢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呢 慈禧呢 哎 去看望了光绪 还一种说法 就是他派身边的太监呢 去看了这个光绪 这样呢 存在呢 两种说法 无论这个慈禧啊 见没见光绪 都没有影响他啊 颁布这后三道遗址 正在这个时候啊 一件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啊 发生了 光绪三十四年啊 十月二十一日晚六点三十三分 光绪皇帝啊 在东南海的云台 韩元殿 突然驾崩 对于溥仪在光绪啊 这个驾崩之前 哎 见没见过他 史学界一直重说不已 看了这个慈禧的遗址 我们知道了 是吧 他是尖挑的 就是光绪 那就是啊 他就是这个 光绪的过继子 换句话说 就是溥仪啊 就是光绪的儿子 据说呢 这个慈禧接职以后啊 很快就抱他去见了光绪 从这个有关记载来看 溥仪啊 对见光绪啊 他没一点印象 不过呢 老太殿信兄明日记里 有一个很具体的记载 怎么说的呢 幸好皇帝尚明白 溥仪呢 向光绪皇帝啊 请过贵安之后 啊 这个日记啊 原话是这样说的 光绪也张开口直乐 含笑而崩 你看 说得非常明确 就是说呢 光绪啊 见过了溥仪之后 家崩 对于这个光绪死前啊 见没见过溥仪 我倒是呢 确信信兄明记载 这个信兄明是个什么人物呢 按说呢 他是在宫里啊 威信非常高的一位老太监 曾经在几个宫内啊 都当过这个首领 哎 平常呢 在宫里啊 是一身啊 这个道袍打扮 啊 这个非常潇洒 人称啊 叫信神仙 据说啊 这个慈禧啊 也听说这信了 说什么 咱这宫里还有信神仙 哎 我还真不信 把他叫了 我问问他 这信兄明啊 还真见了这个慈禧 见了个慈禧啊 慈禧说 这么着吧 人说你都是啊 这个 怎么说呢 说 叫你信神仙 啊 信封道武 就这么点简单事 你给我猜猜 我这个手里啊 左手有东西 还是右手有东西 哎 我这个东西啊 是什么 你听听 这不是就为难他吗 没想到啊 这个信兄明啊 非常坦然 这个人啊 是一个低调的人 据耀廷老先生跟我说 这个信兄明啊 这宫里啊 虽然低调 学识人物 信兄明猜透了这个慈禧了 哎 他知道一般的人啊 是右手拿东西 他肯定掉个儿 哎 肯定在作手 哎 慈禧手里有什么东西啊 他平常就是那个腰里啊 拴那块玉砖 没别的 这信兄明平常啊 了如之啊 所以啊 他装作思考 哎 然后呢 跟这个慈禧 说了 说 老佛爷啊 我瞧你啊 左手有物 是块玉砖 哎呀 这个慈禧啊 一听啊 吓了一跳啊 真乃神仙啊 哎 原来啊 这个信兄明在宫内还不那么出名 慈禧这么一说呀 哎 成了宫内啊 哎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这么一个人物 哎 就这么个人物 哎 而且呢 这个人啊 古文底子啊 还很深 吴玉砖很勤奋 每天啊 记日记 他是这个太监里的几朝元老啊 所以依我看呢 他呢 日记应该是 比较值得详细 三十年前啊 我在这个四季清公社啊 哎 去采访过他的啊 过季的这个儿媳 当时呢 这他的儿媳啊 已经是啊 七八十岁了 双目十名 他记忆力非常好 还见到了他过季的孙子 这两个人说啊 我们信老爷子的这个日记啊 应该说非常真实 因为他没有私利可言 解放前后啊 也有这个出版社 照顾这个信兄明 就说呢 我们要出版您这个 清风日记 信老爷子说 行啊 但友谊啊 一字不能改 哎 这事啊 终究没成 而且他在日记的前言当中说啊 说我就是要修成一部啊 信实 也就是说呢 我要在日记当中呢 如实记录我在宫内的所见所闻 修成一部啊 铁史 我这个忘年之友啊 耀廷老先生啊 曾经跟信兄明啊 借过这日记 而且看啊 一拿到这日记以后非常兴奋 几乎啊 看了一通宵 哎 大致的啊 全部浏览了一遍 然后呢 又接茬啊 慢慢细读 就在这个慢慢细读的时候 被信兄明啊 信老爷子 要走了 据这个耀廷老先生说啊 他对信兄明 日记里所记载这些事 就耀廷老先生的亲身经历而言 他说呢 四个字 真实可信 所以呢 我说信兄明的日记呢 应该是可信的 溥仪呢 建光绪啊 既是成绪 也在清理之中 刚才说到了前三道遗址和后三道遗址 在这之外呢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道遗址 是在慈禧去世前 搬出的 伺候 中国正是啊 均由摄政王才定 拥有重大事件 有必须请皇太后遗址 由摄政王随时面秘实行 正是这最后一道遗址啊 为晚清王朝的灭亡 埋下了重要的福利 同时呢 也为这个袁世凯后来窃国啊 打开了方便之门 就在光绪驾崩的第二天 光绪啊 去世后的十九个半小时以内 慈禧太后啊 也驾鹤细刑 死了 这样非常出乎人的意料 他曾被谱仪捉刀提写 他曾成功续写末代皇帝的后半生 他出版了九部末代皇旧系列作品 四十多年的奔波求证 数千万字的采访笔录 三百多个历史见证人的寻访 几百个小时的采访录音录像 数千张珍贵老照片的积累 上百件历史遗物的收藏 抽丝剥茧 探寻历史真相 时宜补决 揭秘末代公主 著名作家 晚清史研究学者 贾英华先生 独家揭秘晚清历史谜团 告诉你一个 你所不知道的溥仪 咱们来说 溥仪的第二窟啊 就发生在登基大典上 宫序和慈禧啊 死后一个月后 1908年的12月2日这天 溥仪正式登基成立 我现在呢 就站在故宫的中和殿前面 按照清朝的规矩呢 当时溥仪的登基啊 他是要先到中和殿 到中和殿呢 接受啊 侍卫内大臣的这个朝后 接受这个侍卫内大臣的朝后之后啊 他才能呢 到前头太和殿 举行正式的登基仪式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举行正式的这种登基仪式的时候 这些侍卫内大臣呢 需要呢 分班呢 排这两行 他不能一起啊 朝复 他负责保卫 可以呢 按照清朝的规矩呢 他事先要到中和殿 接受侍卫内大臣的朝和 然后呢 把这个两岁零十个月的苦仪啊 排到太和殿 举行呢 正式的登基仪式 接受呢 所谓呢 文武百官的朝和 我们今天呢 来到的是呢 太和殿的前面 这个太和殿啊 就是溥仪呢 当初啊 登基的地方 当时溥仪登基的时候 是由这个 摆峰呢 是抱着 到的这个太和殿 当然呢 有的这个书记啊 和影视的表现的 也不对 为什么呢 尤其是有的书记里写 说这个 溥仪 由这个摆峰啊 抱着呢 坐在这个金鸾宝座上 这个不对 这不合乎啊 清朝这个 即使是啊 溥仪呢 只有呢 两费零十个月 但是按照当时 清朝的规矩 他也依然是 应该端坐在金鸾宝座 这个摆峰呢 是侧跪在 这个金鸾宝座的 这个 旁边 来 扶着 这个呢 应该说呢 比较符合 当时的 各国情报 文武百官啊 朝贺的时候 溥仪呢 豪托大 摆峰呢 侧跪在 同意呢 劝他 哎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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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哭啊 不要哭啊 这个 没想到呢 溥仪呢 这一劝啊 哭得更厉害了 他自己说呢 我不碍事 我不碍事 我要回家 这一句话呀 这文武百官啊 大为吃惊 认为呢 此乃 不行 一九五六年 这一位香港记者 叫潘继彤的 曾经到呢 武顺战犯管理所 采访 就问他 你能够记住当时 两岁零十个月 你能记得当时 你是大哭吗 比如说 是啊 我记得是 因为呢 这个对他来说 印象太深 当时呢 这个潘继彤问他 你怎么能哭的呢 普怡说呢 我是被啊 据说啊 是被 这奏乐声啊 哎 吓唬的 可是后来呢 我的前半生 在一九六四年 正式出版的时候 哎 普怡呢 做了另外一句话 说当时呢 正赶上啊 这个光绪和慈禧呢 去世 国丧期间啊 不去奏乐 你看 这两种说法啊 显然 怎么没有 但无论是 哪一种说法 普怡呢 在登记的时候啊 一场大哭 这是呢 比较可观的 潘继彤啊 在采访这个普怡的时候 拿出了一本啊 金梁所撰写的光绪小笔 指着当时啊 这个 公宣小记啊 当中金梁所记载的 就是说呢 普怡大哭 啊 众大臣呢 哎 非常吃惊 有四个个的描写 叫亚为不祥 问这个普怡 是不是这么回事 普怡啊 换上了一副眼镜 哎 仔细的看了半天 哎 哎 还往前走啊 最后说 哎 这是违心的 哎 哎 哎 潘继彤呢 没想到 过去的一个皇帝 哎 居然说出了一个 非常现代的名词 我也跟这个香港记者潘继彤一样 哎 也收藏了一部啊 哎 这原版的工宣小记 大伙看 大伙看 在这个工宣小记当中啊 哎 金粮专门技术 普怡登基的举行 大家看到 在这个登基 这个标题之下 有了一段不短的念 这段话 逆成现在的一个 那意思就是 在这个登基仪式上 崽峰啊 见溥仪大哭不止 哎 这个溥仪又哭了 哎 怎么说都不行 怎么哄都不行 赶忙啊 让这个随从啊 就是拿成一万印 哎 就放在这个溥仪的手里了 他这才啊 停止了大哭 当时啊 那些大臣呢 是非常惊讶 什么东西啊 哥溥仪这个手里 他就不哭了 大伙就猜 这什么玩意儿 后来才知道啊 溥仪手里的啊 不过就是在啊 庙会上卖的那种啊 红小孩的玩意儿 哎 这个红小孩的玩意儿啊 叫胡小儿 其实啊 就是那指胡那小老虎 哎 这个老百姓有件啊 又叫傀儡虎 哎 一听这明白 大家就明白了 旗指不祥之绕啊 哎 后来的事实证明啊 溥仪这傀儡虎啊 叫得太确切了 潘继同的书中啊 记者说啊 说溥仪为了这个看清楚啊 啊 这个金粮啊 这段话 特意呢 从这兜里啊 掏出另外一副啊 黑眼镜 换上了 哎 拼命想看清 这时候他发现啊 他这个眼睛啊 溥仪的眼睛啊 近视加散光 我也收藏了 这个两副溥仪的眼镜 不过呢 是溥仪啊 定视前他戴的 咱们大家呢 看一眼 大家看呢 这就是当年呢 溥仪的遗孀呢 我李苏贤呢 哎 送给我的呢 溥仪的一副眼镜 当然还有另外一副眼镜啊 就得拿来这一副 当时呢 他把这副眼镜呢 送给我呢 当作记录 大家一看 眼镜盒有年头 啊 这个眼镜呢 也已经风化到了这种程度了 可是呢 终归啊 他是溥仪带过的 是一家伯仪 在这个登基大典上啊 这个摄政王斐峰啊 看到这个溥仪啊 是 好涛大哭 大哭不止 这时候啊 哎 这个劝了他几句话 就说呢 别哭了 别哭了 快完了 快完了 这话 众所周知 传的满事也都是 就连溥仪啊 在我的前半生这本书里啊 也这么写的 果真如此吗 传了多了 这就成了事实了 前几年啊 我呢 采访溥仪的二妹 运河的时候 她呢 说出了 不同于此的 另外一种说法 她说啊 她的父亲啊 从来就不承认 说过这话 而且提起来 就一度不起 她说 我当时明明啊 哄这个溥仪啊 说的是 快好了 快好了 怎么一传成了快完了呢 好多人把这个大清朝灭亡 归结为我的这句话 哎呀 太离谱了 到头来啊 社会上的人啊 都这么说 摆封心里啊 这叫郁闷 后来啊 传的越来越多 就给气坏了 但是呢 白口莫变 到临终啊 哎 也咽不下这口气 从小爱哭的溥仪 在进宫以后 依然保持了 她的这个独特传统 并在大哭之中 成为了大清国的 最高统治者 那么她的第三次哭 又发生在什么时候 而晚清皇宫之中 还有一些 什么样的秘闻呢 溥仪的第三哭啊 就更有意思了 人们说啊 溥仪的前两哭 是啊 不该哭啊 他哭了 最后一哭啊 是当哭则哭 什么时候 慈禧啊 出殡时候 不用说清朝 就是民间出殡啊 也有规矩 那就是说呢 在这个起病的时候 有人一摔盆 啪 摔盆 大伙呢 叫豪桑 这是一个民俗了 宫内啊 也有类似的一种做法 但是呢 不叫豪桑 这个文词啊 好听点了 叫举哀 有一回啊 我上这个老太监 药亭那儿 这个聊天 他看这个电视里啊 出现一个很 这个宏大的场面 是吧 这个大伙呢 表示非常的欢迎 就热烈鼓掌 啊 这个 药亭老先生 一看了这说 就跟我说 哎呀 这要割清朝啊 这掉脑袋了 我说 怎么能掉脑袋呢 老太监说啊 在宫内的时候啊 这八正啊 就拍八正啊 这可是拍不到的 凡是拍八正的时候 这宫里啊 就要死大人物了 这怎么回事 他说过去啊 宫里的习惯 跟现在截然相反 现在表示啊 高兴 欢迎 大伙热烈鼓掌 表示贩同 宫里啊 只有呢 皇上皇后 这类啊 大人物死的时候 拍鼓掌 这一鼓掌啊 一拍八正啊 就说明啊 要举哀了 就是在这个 慈禧啊 出殡的时候 当时呢 哎 有这个领头的 一般呢 是由呢 这个总管的大臣 哎 来启号 就是说什么呀 举哀 这么一喊 然后呢 啪 啪 啪 这三声八正 这么一响 哎 这个全体送殡的啊 文武百官 就一起 又哭出声来 哎 就类似民间的好丧 就在这时候啊 一说举哀 哭声震天的时候 溥仪啊 也哭了 怎么回事 给吓哭 连一起来啊 这个前两次啊 溥仪啊 都是吓哭 外面人就说了 评论了 这溥仪啊 天生胆小 哎 耀廷老先生 也这么说的 刚才我们说的是呢 溥仪啊 在三窟当中啊 哎 当上的宣统皇帝 继承了呢 清朝的大统 关于这个举哀啊 耀廷老先生啊 哎 生前呢 有一段录音 专门呢 讲这事 我们大家来听听 啊 人家就认识了 让人进来,再抗开了 不要让人进来 谢谢 当上了宣总皇帝 最重要的事 它就是祭祀 宫外有这么几个地儿 南边有天坛 北边有地坛 东边有日坛 西边有月坛 就是天地之月 外加上社祭坛 仙农坛 这个都是皇帝祭祀的 宫内也有昆庆宫 当然不见得每天皇帝都去 一年最多一次 平常日子 就由大臣值班代替皇帝 在昆庆宫祭祀 这些事 宫中和相关的历史书记 都有很详细的记载 这些老套子我们就不说了 单说鲜为人知的祭祀 1995年的时候 我陪着末代太监 耀廷老先生重游了一趟故宫 在故宫里 从早到晚转了一圈 他向我讲述了他所亲身经历的宫中那些稀罕事 尤其是宫中的密文 他跟我说 宫内一草一木都是故事 当我们走到三大殿的时候 就看到了一个大石墩子 大石墩子 这个大石墩子中间有这么一个大空眼 正好一个半的小伙子脚还踹在石墩子上 这个老太监坐着轮椅走到这儿跟我说 这要搁在前倾啊 脑袋就掉了 我说这怎么回事 我说这还有故事 哎呀 这故事大了 就说 这石墩子故事大了 我说石墩子有什么故事 这是清朝的祖宫啊 这石头是清朝的祖宫 他说你听全了 这个是清朝的祖宫杆子 老太监还说 这右脚扒了杆子 说起这个事来 太大了 他说想当年啊 我刚一开始门进宫的时候 才偷背了腹 就是说 溥仪的叔叔 七叔 宰掏掏那个腹地给当差 当了小太监 说眼看着一个刚进府里的小太监啊 哎 这个 过了这个扒了杆子啊 树的这个影 踩过去了 结果挨了板子了 我说这怎么回事 这就啊 说起清朝的一个故事 老太监说啊 想当年哎 哎 如果哈赤一次啊 兵败 路荒而逃 一路可走的时候 就看见了 哎 这个草舵 这个草舵前头啊 哎 一对老年叔父正干活呢 哎 就让他藏进这个草舵里了 这个时候追兵就快到了 哎 可巧 哎 天上一只乌鸦就落在这个草队上了 然后呢 又来了几只乌鸦 哎 都站在这个草队上了 所以追兵来到的时候一看啊 有人说要搜这个草队 哎 另外一个弹够说 哎 别别搜了 你看 上去有乌鸦 底下肯定没人 就这么着 奴尔哈士啊 就躲过了这一劫 之后啊 奴尔哈士 为了报答 这个乌鸦的救命之恩 哎 就下令呢 就在宫内和各王府 哎 必须啊 竖起一个 用这石头盾子 竖起一个 高杆来 这杆上呢 绑一盒 这盒里呢 割肉 喂这个乌鸦 这个故事 老太监呢 讲给我之后啊 我就说 这就一传说了 我有一天啊 就到了这个 宰偷的夫人 宰偷的遗孀 王乃文的家里 去采访 就问起这个老人 这王乃文跟我说 这个 何止是传说啊 涛七爷生前 写过文史资料啊 我给你找找看 果不其然 后来呢 找到了这个文史资料 这个文史资料呢 记载的非常清楚 就是宫内和各王府啊 必须要竖这个 祖风竿子 就是这扒拉竿子 不竖是不行的 而且有明宫规定 竖在哪 必须呢 在这王府的东南角 或者在呢 这神殿的东南角 而且这竿子 必须呢 两丈长一长 这顶上必须是尖的 而且呢 这盒啊 有规定 上的这个装肉这盒啊 规定是什么呢 用锡包着木头 这个盒 你看规定多详细啊 还有一规定 就是这个 长干呢 不准涂任何的气 看到这个文史资料 看来啊 此事啊 不假 这么看来啊 宫里头啊 和王府的祭祀啊 这是很重要的 一个补充部分 老太监怎么看这事啊 要听老太监啊 跟我说过 咱不论他这事的真假 就单看这事啊 他说我说啊 这就是奴儿哈赤啊 高就高为这 他腰买人心 为什么呢 清朝的帝王啊 他宣传这么一种思想 就是呢 知恩图报 嗯 就是滴水知恩 也当与武权相报 哎 他是这么个说法 你想想 是吧 人与人之间 是吧 要买人 要买人 报恩 我呢 当皇上的 皇恩浩荡 你老百姓 应该如何 这叫立目为信 所以老太监跟我说啊 这是啊 刘备啊 摔孩子 优买人心 今天呢 我们讲到了 溥仪 在三窟当中呢 当上了宣众皇帝 那慈禧 为什么偏偏 单挑这个溥仪 为皇帝 这其中又有哪些内幕呢 我们下一集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